菜卖会呢 刚刚重点来了 就是会见哪些人 会谈些什么 至于说台湾媒体呢 最近最后能不能够进入 那当然还要再持续关注 还有当天原来的演说 有没有被取消 总裤副部长张东涵说 相关规划都在 缜密的讨论沟通中 会和大家在做说明 好 大家就问了 那还有哪些人会一起碰面 比如说众院美中特委会的 主委盖拉格 刚刚这个委员有提到的 中国委员会的 那是否率跨党派议员 和蔡总统会面的这个部分 张敦涵说会有跨党派议员 来参加 就是麦卡锡议长邀请的 所以我们尊重他 总统的态度就是 一切克随主辩 当然我们都说 这一次蔡英文总统 过境美国 一路感觉起来都被降级 甚至处处受限 包括其实在第一天 抵达纽约 纽约桥宴的时候 不只很多这个民族当 纽约州的州长还有市长 这些当地的政要都没有来之外 还有另外这一位民主党的领袖 杰弗瑞听说到了 但是他的办公室并没有证实 这件事情没说 但没关系 今天蔡英文方面 总统府方面已经曝光了 这是一场早餐会 总统府副部长张敦涵 还证实而且秀出一张照片 是30号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会晤了这位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 杰弗瑞 31号在离开纽约之前 和三位跨党派参议员 进行早餐会面 包括苏利文恩斯特 以及凯利这三位 所以这个我要讲的就是说 因为这一次对 就是蔡英文来讲说 她当然也没办法 敲锣打鼓不太好受 而且听说在这个 民主党的要求之下 杰弗瑞到底没有见到蔡英文 其实也不敢说 就完全不敢证实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昨天我们已经 拿来跟访问中大陆的马英九 拿来对比了 觉得说这个规格 是不是差了一大截 所以在今天府方曝光了 这样的一个照片 是民主党的领袖杰弗瑞 还有三位跨党派参议员 一起早餐会的照片 事实上 同府现在他们当然也 噢啊 没有办法敲锣打鼓 但是我总可以反驳 不过我们被低规的说法吧 两格 不这个 他是等蔡英文回程 要去加州的时候才宣布 对 我觉得我认为 这个就是一个默契 就你在纽约州 纽约的时候 你不能敲锣打鼓 对 那接下来你就去中美洲了 那这个时候都不能讲 Jeffrey的办公室也不证实 那现在你反程了 到了加州 你就要去跟麦卡锡 这么多议员见面了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宣布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默契啦 那事实上中央社今天一大早 发了独家 这个坦白讲我还在证实中 因为他的整个流程有点 有点特殊啊 哪里 他是早上美国时间啊 早上十点 小英要去那个雷根图书馆 然后麦卡锡找了连他在内总共20位跨党议员嘛 那麦卡锡我觉得这个动作也是很有玄机的啦 因为他不要跟你一对一了 所以他就找了一堆议员 所以他是主席你知道吧 他是作为会议主席 所以基本上那个现场也不会有演讲 我认为就是蔡英文会自个词 然后接下来就是跟议员对话 那里面当然有一些人应该是委员会主席这样 那很怪的是接下来十二点 他说国会议员跟蔡英文要有一个联合声明发布 这个就蛮特殊的 因为这个以前真的没见过 那联合声明到底会用什么形式啊 这个我觉得会引起关注啊 因为如果那个联合声明 是每个人名字都要签上去啊 那要不要加权衔啊 那蔡英文的权衔是President of Taiwan吗 因为麦卡锡就是这样邀请啊 那麦卡锡 麦卡锡从来都不会忘记他的头衔啊 所以他一定会写House Speaker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权衔的联署的声明啊 我们且不论他的内容啊 因为刚刚郑元兄讲的很对啦 麦卡锡能讲什么话北京都知道啊 可是这个权衔的联合声明的形式啊 我认为北京就会把它解读为 违反了所谓的一中原则三公报 因为这里就很显然就是所谓的 主权凸显的问题嘛 那这里如果有这个形式 那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 那难道你要低调到都不写权衔吗 那也蛮奇怪的 或者是你这个声明是分开写吗 那大家当然更注意的是联合声明出现 是直接用书面发给媒体 还是你们要出来做一个宣读 这也不一样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环节会比较引人注意 那接下来就是第三个环节 两点之后国会议员要开记者会 不然你叫人家160个媒体来那边干嘛 你闭门会议又不能进去 那几乎可以预期的是所有的记者 都是集中问麦卡锡啦 因为蔡英文应该先离开了啦 那这个时候就是变成麦卡锡的表演了啦 那这个部分也是最难以预测的 你不知道他会讲什么 所以我是觉得目前没有错啦 你看到大陆没有做什么大的动作啦 那因为是到目前为止都还在护栏内 所以大陆当然不好发作啊 他只是前天嘛有那个酒驾 飞机越过中线 那今天早上福建海事局发布的 那个是海巡船 那还不是军舰 可是 我认为这个联合声明的形式啦 就会去这个决定北京要不要有后续动作 那他的动作也不一定只有 针对这个回访 回来台湾过程中 让你产生一些波折啦 不一定只有这样 也会联动到后续 比如说巴拉圭啊 瓜地马拉啦 那是不是会有建交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要整个观察完才会准确 因为4月30号巴拉圭要选举嘛 对 那6月25号 瓜地马拉要选举 那瓜地马拉现任总统是不能选 那如果是 如果北京是做到这个程度 那就意味着 他想要釜底抽薪 让你未来连过境外交都难以举行 哦 那就很麻烦 对 他贝里斯还在 对 贝里斯不会丢啦 贝里斯还在啦 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就会让你更 更显得孤单啦 所以我觉得后续还要再观察一下 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 台湾去美国啊 然后有个联合声明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这第一次 那亮哥 你说讲到这个联合声明 不管用什么形式 还有另外就是 麦卡锡这些国会议员之后 会开场记者会 嗯 刚刚蔡委员提到了 拜登在猜隐姓 所以这个部分拜登 隐姓不知道猜到一个什么程度 好像我觉得刚刚那个赞元兄讲得很对啦 就是说北京要对台湾做大的军事动作 你也要考虑人家拜登啊 拜登这次已经过度打压了耶 那我拜登都已经演到这里了 你北京还都不给我面子 因为他对台湾做军事动作 不是针对麦卡锡啊 是针对现任政府 所以拜登一定会跟 那个中国大陆解释嘛 说那个都是共和党搞的啊 那不是跟我没有关系啊 拜登一定会这样讲嘛 那你说这句话有没有说服力 一定程度还真的有说服力 因为人家真的是 打压了很厉害啊 这是事实啊 对不对 所以我基本上就觉得说 北京一定会有针对性的制裁啦 比如说如果麦卡锡 或者是那个对中小组 那个卡拉格尔 做过头 他可能会发布一个新的 对美国某些议员的制裁名单 因为本来就黑名单就有28个嘛 再多列几个有什么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会有 那如果是有联合声明啊 或者是过度的演出啦 那小英那个飞机回程的时候 他也会给你一点波折啦 这个以前也发生过啦 可是总之还是会让你安全降落啦 可是就是会有一点波折啦 那接下来就是选举嘛 我们讲那个中美洲的选举 那可是那个已经到4月30号去了 那大概是这样啦 可是我认为 围台军演应该是不至于啦 因为围台军演你就是针对 现任的美国政府嘛 那拜登坦白讲已经满节制了 已经做到这份上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是认为不至于啦 好 可是那川普因为你知道 他被捕嘛 被控制34项罪名 那这个部分大家也在分析说 那这个一定对共和党来说 是失分是丢分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抗中力道 反而就会特别加大 那反应在这一时 你加分啊 我跟你讲我就怀疑这是民主党故意搞的 所以今天拜登一听到笑了嘛 当然嘛 因为拜登如果对上迪斯安提斯 你80岁对一个44岁你怎么选啊 对不对 人家光是说你太老了 你就很失分嘛 所以就故意要这样 而且川普昨天听说民调 已经拉大距离 现在赢迪斯安提斯赢了29% 你给我的啊 48对19啊 对啊 他给我的 对啊 所以这个民主党的洋模啦 洋模啦 那民主党坦白说 去年那个国会选举 也有也希望极端候选人越多越好啊 所以说去年民主党选得比意外的好嘛 对不对 参议院中意院都意外的选得更好 所以我认为就是民主党的洋模啦 那至于共和党 怎么去得分 坦白讲麦卡锡这种招数没用 没用 因为在野党 民主共和两党本来就反中 那只是说民主党想要 因为它毕竟是执政党 它想要在美中合作上得分嘛 反中那我跟你有什么差别 而且我还要顾及全局啊 我没有办法向共和党反中 反成那个样子 我认为反中美国人没有办法区分在两个党 可是拜登想要在 中国部分议题上的合作得分啊 不要让自己的执政 陷入更大的困境啊 那这个共和党乐见啊 这个共和党乐见你们最好越搞越大啊 那你最好那个乌克兰你也变成一个烂坑啊 对不对 那美债也变成烂坑啊 那到时候都没有钱啊 那刚好我们来执政啊 共和党的想法是这样 那拜登当然要避免这些局嘛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